哈嘍大家好我是古今 這次我們要介紹一下8月5號的航版更新內容 那這一次有這個職業調整的部分啊 那我們這個影片主要就是講職業調整的哪些東西哦 我們來看一下下面移動 GO 那我們當然到這邊有龍鬥士的圖片 黑妖的圖片還有搶手 還有全部的職業 都有出了神聖劍士 好那我們看調整的哪些東西哦 首先第一個第一個是這個 騎士 騎士的反擊攻擊 反擊屏障 還有強化的反擊屏障 這三個技能啊他們的發動機率提升哦 所以他們的觸發能力又變得更強 反擊能力又變得更高哦 好接下來是妖精的調整哦 妖精調整的這個烈炎之劍的傷害增加哦 然後還新增了傳說跟英雄階級的防具各一種 就是火焰之劍能力增加哦特技能 然後還有多了兩件防具啊就是 傳說階級的防具多一種 然後英雄階級的防具也多一種 就是給妖精專門使用的防具 然後接下來是法師的部分 法師的部分就是 法師類型的魔法娃娃有能力的調整哦 這樣我們可以讓法師 在娃娃的選擇上面有更多元的選擇哦 因為目前法師的選擇上面 法師的娃娃選擇基本上都是黑散者 藍瓦的部分基本上大家都用黑散者啊 然後紅瓦的部分 可能有這個幻象眼魔啊或者是巫妖之類的娃娃哦 然後接下來紫娃才有更多的選擇 那在紅瓦的部分 紅瓦的部分選擇就很少啊 所以的人會 紅瓦的調整的人會很多啊 我覺得會調整紅瓦的部分 好接下來是第四個職業 第四的職業是黑妖的職業 黑妖職業 那黑妖職業調整了這個毒液精通 毒液精通的中毒機率 還有傷害值增加哦 因為原本的毒液精通的中毒機率 不是很高啊 然後中毒的傷害也是很低哦 好這一次的調整不知道能不能調整 變得比較痛哦 不然這個技能真的很爛哦 另外第二個調整就是多了英雄階級的技能哦 所以我們的黑妖又多了紅技哦 那不知道會增加幾個哦 保底就是一個啦 保底就是一個 好接下來看下面這個 下面這個是 王族的調整 王族的調整是 新增了英雄階級的技能啊 也是多了一個紅技哦 然後 第二個內容是這個 可以使用惡魔王當手劍哦 那原本惡魔王當手劍就是騎士啊 神聖劍士 還有一起在使用的武器嗎 現在王族也可以用了哦 好接下來是槍手的部分啊 槍手的部分是在使用死亡狙擊的時候 魔法命中會獲得提升哦 會提升一段時間 所以死亡狙擊這個技能啊 對槍手來講啊 又變得更重要了哦 因為他又可以額外的提升我們的魔法命中哦 好接下來這個這個 文字很多這個是龍鬥士的部分啊 龍鬥士這部分調整很多哦 他第一個調整是恐懼無助 還有強化恐懼無助這兩個技能啊 這個持續時間增加哦 好下面這個是有五個技能的調整哦 有這個龍癡重擊 恐懼無助還有強化恐懼無助 跟奪命之雷 跟這個 強化奪命之雷的部分哦 是無法使用魔法瓶上來抵擋哦 所以這五個技能變成無法用魔瓶來擋 所以 龍鬥士又變得跟妖精一樣啊 有很多技能都是無法用魔瓶來抵擋 就變得更強 那接下來是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是黑企的一個改動 就是暗A復仇的一個調整 暗A復仇增加了近距離的傷害值哦 那原本暗A復仇是攻擊的時候 所以無視對方的一個近距離迴避哦 這是一個機率型的技能 所以無視對方的近距離迴避 那這一次又增加了 可以增加這個近距離的傷害哦 所以黑企又變得更強一點點啊 一點點而已啊 對黑企的玩家 還是要繼續努力啊 好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 職業改動啊 就是改了這幾的技能 還有新增了一些裝備哦 好 那我們這一次的介紹就到這邊 這是8月5號的更新內容哦 好 那 介紹就到這裡啊 我是古今 我們下次見 大家要記得訂閱啊 拜拜 拜拜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